大马路上车顶载着床垫 带着家当全家出逃 面临以色列攻击限期 加萨开始出现逃难潮 以军针对加萨持续炮轰 更在边境整兵待战 被当作是即将掀起地面战 进攻加萨的节奏 空头船潭散落 以军要求加萨北部民众 24小时内撤离至加萨河谷以南 虽然是为了降低伤及无辜的几率 但根据联合国数据 超过100万人受到影响 短短24小时能够何去何从 苏格兰首席大臣尤沙夫的岳母 从南加萨发出影片 痛批此举没人性 以色列要加萨居民撤离 但哈马斯却宣称正式心理战 要大众坚定待在家中 另一边美国防长奥斯丁13日也来到特拉维夫 面对多名人质 包括美国公民仍遭到哈马斯挟持 奥斯丁重申美国支持立场 并称随时提供军援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来到约旦 与巴勒斯坦官员及约旦国王进行会谈 避免区域冲突持续扩张 另一边去传出伊朗外长 向以色列若继续轰炸 可能导致第二战场的出现 面临新一波对战 闪与欲来 是否引发更大规模的中东大战 各界都在持续关注 三连新闻 连约翰报道